大家好,欢迎来到天神,我是天神,又回到Marvel Future Evolution 今集想和大家讲一下蜘蛛盒的Build Up 我会介绍一个技能组,适合打Boss或PVP 希望大家适合用 也会讲一下蜘蛛盒的特性玩法,推荐点哪些特性,都很重要 视频記得按赞,或lel nkk,大家能嘗嘗 这些RZG蜘蛛盒的技能 我非常推荐大家,大家有不YK 大家我也想说一下,这些技能不是越高就是越多 太高了,看如何做 有時低Lay的方法會比較好用 所以大家不要全部技能 走到最高Lay的方法 就不是這樣配 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紹的第一個就是 珠妄弓藝 為什麼要推這個 因為這招是破防最高的一招 大家看看Lv.3的珠妄弓藝 破防最高 打下去就有幾百%傷害 但是我建議這招大家用的時候 就回避了之後才用 即是你怎樣都閃閃閃 就算人家沒有打你 因為出很久 你看看他要拋蜘蛛球 再拿一顆棒球棍打下去 都幾秒的 所以你回避了進入無敵狀態 之後再用這招破對方防 當你破到對方防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其他單體 或者蜘蛛絲 就前駐對手 當他一變選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會贏了 PVE這一招都很有用 打BOSS我最剛好 其實我都越戰了 我六十多打那隻狼 都越戰到他多我四五萬戰力 用這招破防技一下十% 平時那些技如果是低 中是一兩%的 但是這招珠網工藝一打下去就十% 打到PVP打到人 那破防率更高 所以我推介大家可以看看這招 這不是最高等級的一招 這是珠網工藝的第二招 賽場碰撞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這招都是很多外國YouTuber 他們玩Spider-Man那些勁人都會用的一招 大家看如果沒有點開 可以試一下這招多爽 好了之後就是介紹一些單體技 打BOSS或者PVP 第二招想介紹就是這個 蜘蛛感應戰鬥的單體技 埋身打完之後 彈開會射回蜘蛛絲下去 一樣 達成最大跌加次數會即選4秒 就可以拿來控 一路射一路控 這些打PVP或者打BOSS最厲害 為什麼?因為一定中 只要你夠距離 他一按下去 一按到 觸發到招技 基本上就中了 除非人家迴避 痛壓510%傷害 這招就毫無懸念 我覺得都用得過打單體 你注意 PVP一定是這些技 你不會用那些 扔範圍技 扔範圍技很難扔得中 好了 之後到這個 豬網射手精通 這一招也是非常好用 而且很高傷 這個就用最高的一招技 這個集中 豬網包 你看到 對單一敵人發蜘蛛網 717%傷害 以及可以干擾敵人的動作 你看到 跟剛剛那一招一樣 都可以疊蜘蛛網 但這個就高傷一點 以及可以遠距離觸發 就不用像這招 蜘蛛感應戰隊 要埋一下身 才射 這個直接射 快很多 以及痛很多 好了 之後 第四招要介紹 就是這個 蜘蛛搖 不用說 這招一定是 Spiderman最適合的 攻擊 一定是選擇這個 最高 因為頭的三招 其實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拼發 但是 這招 第四招 在這個蜘蛛搖 他就可以 下了蜘蛛網 就可以疊蜘蛛 你那個 檢 疊到最大層數 他就會 變成一個檢 任你打 所以剛剛那三招 加上 感應戰鬥 射手 偵蜘蛛 和搖蕩 基本上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令到對手 變成一個檢 再加上 豬網 工藝破防 這幾招加上 其實根本上 你打BOSS 也好 PVP也好 應該都很控得下 而且都很痛 這裡500 這裡700 這裡400 我看到人有1000 可以去到 我這裡 我未升好 所以就比較低 但如果你升到後面 15 應該就很高傷害 之後 蜘蛛手榴彈 我都極力推薦 但是 都是點最高 這個 73 才能開到 豬網技術 一旦扔下去 一樣 又是可以幫手 疊蜘蛛網 我這一招 快 快 正 因為 其實你一按 基本上 他就扔 一扔 他一爆開 除非他及時 避得切 如果不是都中 在這個範圍中 這個可以幫手控 也可以幫手 做少少傷 但不是主力做傷 這招都是主力 疊蜘蛛網 你看這幾招 疊在一起 基本上就很控得 當然 大家記得 用豬網工藝 去破防 其餘 如果那些 蜘蛛流星 不是不推薦 但是 剛剛那些 我們打PVP 都是用這個 令到別人 控制 為主 只要控制 你不怕 沒有輸出技 你慢慢打他 都死 因為這隻蜘蛛盒 他一控起來 就控了很多秒 痴痴地 就不同 Styler兵 好像沒那麼誇張 這隻蜘蛛盒 很誇張 這隻蜘蛛群 還有一些蜘蛛群 這隻蜘蛛群 這隻蜘蛛群 都很喜歡 但我們推薦 這幾招 單體 打球 打人 也好 都是超級好用 這隻蜘蛛群 更加無敵狀態 飛上去 不知道有一期 有人說 R-man 飛上天 打不到 不知他去那邊 隱形 真搞笑 我們回去看看特性 這個想特別說 不是亂點 因為你那個特性 其實都要走很多條路 你看到 1,2,3,4,5,6 有6條路走 你的資源一定不夠 每日打那些 那些訓練 拿那些資源都有限 我推介幾個方向給大家 第一個 一定是玩這個回避率 裝備又好 你那些徽章也好 也記得 看看有沒有高回避率 這樣就給他 回避率對他有什麼用呢 看看這招 蜘蛛戰鬥 將4%回避率轉換為傷害 所以這個可以令你蜘蛛盒痛 蜘蛛盒的建築都是玩回避為主 他還有很多技能可以幫他增加回避率 或者令他回避更快 你回避得多 這招就代表你無敵時間長 因為你回避完幾秒 可以無敵狀態 別人怎樣打都打你不中 之後最頂這個 我也想推薦給大家 就是蜘蛛感應 受到致命傷害 會立即回復3.5% 並於2.2秒期間 回避率回復至最大值 即是會回避回避 你又可以繼續閃 一閃就等於他把你的無敵時間拉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上路和這個左下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練 如果你真的有凸 你先去練其他 有些是加你回避率 即是原路 這個 這個就是蜘蛛網 這個就是最大回避率提升 加你回避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些可以推薦大家去點一下 這裏對鹹所造成的傷害提升4%都可以 因為你PVP人家變成鹹 或者你打怪變成鹹 都要快點KO人 所以這些就可以幫到手 這個吧 最主要是大家點一下這個 蜘蛛戰鬥和蜘蛛感應 這兩招我極力推薦大家 我的特性大致上是這樣 裝備方面都沒什麼說 但也要看一看徽章 這個位置可以3和4 是3和4會出回避 大家看看這兩個位置 會不會換到一些好些的徽章 好了 今集來到這裏 看看你換了技 或者有沒有技你沒用過 可以試一試 看看會不會對你的PVP 或者打怪有幫助 但暫時我覺得這套也不錯 你等級升到上去 打怪會輕鬆很多 今集來到這裏 喜歡記得按LIKE 記得按LIKE DLC PVP D不錯 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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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